很多女性會先去擔心 怎麼辦她不愛我 可是我覺得對我而言 或對我身邊很多的朋友 我們遇到的難題是 哇 這樣的男人我要怎麼繼續愛他啊 簡名堂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鄧惠文 我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不是女孩 就是覺得 遇到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照顧你 沒有人幫助你的 你要自己處理的時候 那個就是告別女孩 撒嬌 耍賴 呼救 都沒有用的時候 因為人家覺得 為什麼你要人家幫忙呢 為什麼你不來幫忙我呢 不管是在兩性關係裡面 或者在職場的關係裡面 你的位置倒了這樣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 我就是個大人了 那那個就也不是女孩 那不是女孩 那就變女人嘛 從女孩到女人 除了剛剛講的那個獨立感 沒有人照顧你之外 還會被套上很多的框架 就是 我覺得女孩某種程度上 反正女孩男孩都是孩 可是幫了成人之後 有一些框架是對女人獨有的 我慢慢的感覺到 出社會 或者說真的變成女人之後 有人就會說 你應該特別的體貼啊 就是對女性 有那種特別的期待 所以我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很努力的去做到這些東西 可是他會跟我 本性裡面的一些 捷傲不尋吧 的部分發生抽狀 好那反正慢慢的 磨磨磨磨磨了一二十年之後 我慢慢的形成了一種 我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 這樣子的狀態 可是到這幾年又不一樣了喔 開始人家不記得你是女人的情況會出現了 就我已經形成了一種 用女人跟人家對應的方式 但是我是我自己的一種 主特的女人的方式嘛 可是慢慢人家會覺得 對你已經用一種無性的眼光 來看待的 在生活當中 你不再能夠想著 我是女人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過了一定的年紀 你要面對的就是 很多很多的責任 然後很多很多的有限性 沒有太多 你可以在那邊等待推託 每一件事情 你就要做個決定 例如照顧啦 面臨抉擇啦 像我書裡面也講到 有些地方 你要放手一搏 有些你要下台 那這個都讓我覺得 我不再那麼感覺 我是要做怎樣的女人 而是重新回到 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所以我並不是改成要做老女人 不是 那個書上面想說 當女人不再被他人 當作女人看待的時候 那他人看待女人 就是一個對女性的框架 當我們不再被那個框架套的時候 你也忘了我是個女人的時候 我自己的人生才真正開始 我直接回答 這當然是我回答最直接的 我每次回答問題都會講很多 我跟你講沒有辦法排解 只能接受 對 那個焦慮當然存在啊 每一次我們要去健康檢查之前 一年會比一年 不那麼有信心 這是一個你身體 還有你的生活節奏 你每天應該要做的運動 你的飲食規律 你的情緒壓力的調控 只要你不注意它 你就會看到差別 你必須保持在一種很認真的 調控自己 跟照顧自己的狀態裡面 不再像以前那麼能揮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有一些時候 你會看到世界的趨勢 快速的在轉變 那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是 人總不能永遠在緊繃狀態 再往前衝吧 但是當你放鬆下來 例如說很心靈啊 很內在的時候 你比較少接觸社會的趨勢 有些事情就會脫節 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然後 你的父母變老了 你的孩子在長大 你的伴侶 覺得他人生沒多少時間好浪費 所以他有很多時候 可能很多人的伴侶都是這樣 他也沒有要勉強自己配合你了 很多他以前可以配合的事情 他現在覺得不要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這個年齡層 無法什麼這種壓力 不是排除 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接受 我說裡面每一個章節 對於每一個這個問題 都分章節的去講嘛 那就是每一個部分 應該要把哪些東西想過一輪 最後你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 做出選擇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用我們的第二部分的人生 剩一半的人生 好好的 往這個選擇的方向去走 那 我們接受的事情 我覺得大部分 要用一句話來講就是 你不要再期待別人怎麼樣 我覺得這對男性也是一樣啊 你知道我們看來的人 也是很色衰愛齒啊 就是男性嫌女性 黃臉波啊 皮膚下垂啊 鬆弛啊 胸部啊 屁股啊 乳房啊 男性也都一樣啊 而且男性更容易禿頭啊 品酒肚啊 然後男性都不會下垂嗎 老人班很公平 沒有分性別啊 大家都會長啊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樣 那我認為色衰愛齒這個部分 我們對這個色的看法 如果稍微深入一點的話 那是你個人整個精氣神狀態的綜合 我覺得如果你的另一半 跟你相處了這麼久了 像結婚生死 然後他對你的情感 只決定於你的皮相的話 我其實會覺得反過來想 當你發現這樣子的事實的時候 當一個女性發生這樣的事的時候 很多女性會先去擔心 怎麼辦他不愛我 可是我覺得對我而言 或對我身邊很多的朋友 我們遇到的難題是 哇這樣的男人 我要怎麼繼續愛他啊 我愛不下去了你知道嗎 原來你是這樣子的男人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 我做很多的諮商 看起來一開始就是說 他們出現問題 然後老公被更年輕貌美的人欺 很多老公就 意識到家庭的重要 他只是玩玩啊 老婆真的生氣了 他也要回來 可是為什麼回來之後回不來 回不來的問題是什麼 你難道以為說 他雖然想回來 可是每天還是看到黃臉婆 所以他還是愛不下去 我跟你講 對女人而言真的 不是這樣的順序 女人的問題是說 晴天霹靂的發現 原來他選的男人是這麼的膚淺 這種時候 女人不知道怎麼面對他了 要繼續對你付出嗎 又覺得說 不如丟給狗吃 然後 要 努力的再 把自己弄成你喜好的樣子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意思是 我對你 我也失去了對你的敬重 我覺得這才是問題所在 我剛剛所講的任何事情 都可以在性別當中 反過來成立 對很多成熟的人來講 是他們就是進到一種 沒有辦法隨便被定義的關係 我其實看過你的手腳 而且你也看過我的手腳 所以我們兩個 沒什麼好演的 可是我們 還就是人生 繼續走下去的伴 在這個定義下 到底你們還有沒有愛 你們還有沒有熱情 不要拿這個問題 煩自己 就是你們目前兩個人 還有沒有要一起生活 就照這個年紀 不用再拿定義來煩自己 而且你跟這個人 還有沒有舒服 想要過下去的理由就好 我是覺得說 簡單的就是 就是活到這個年紀 在一起久了 就是一定是看破手腳 看破手腳 換面之後 你們要以什麼關係相處 在一起 看破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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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破手腳